9月30號 星期五下午三點鐘 現在你看到畫面是記者在101大樓的 金耕鳴尋找幸福之旅 Arginaria to the Find and Happiness 同雕藝術 作者是金耕鳴 金耕鳴 美術評論家兼韓國美術經營研究所所長的作者 金論辨 他想的幸福是什麼 每個人都夢想著幸福 但幸福究竟是什麼 從字面上來看 幸福是指生活中得到滿足而產生喜悅快樂的感受 金耕鳴雕刻的關鍵字就是尋找幸福之旅 人們對幸福的渴望是人類長久以來的心願 但尋找幸福之要並非一事 並不總是盡人如意 我的作品最好是無意地觀看 進入眼中的直觀性非常重要 作品並不是社會變化等重重主題 而是讓人重新做新發掘日常生活中的小確幸 微小但確定的幸福 這只是擺脫對事物的偏見 更便得以輕鬆實現 我很想以本人的作品 對於內心充滿了傷痕及痛苦 而無法避開心扉的現代人 船爬溫暖和療癒的許願 金耕鳴的作品洋溢著偶然性和持續性的精密感 而並反覆著長一些日常生活中毫無修飾的一面 作品中人人都有幸福微笑的榮言 互不相似的人 忠誠倦屬 常相失守 在一起生活久了 夫妻的下貌也越來越相像 一起經歷酸同苦辣 朝向同一方向前進 若一個經家庭有共同的愛好 或一起分享生活的時便形成更大的幸福感 金耕鳴的作品中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 疑似家屬的事件 他所呈現的家庭故事 並非是非常特別而很爭執 是平時可以看到的 或是很常見但被榮譽卻忽視的日常生活所示 但是卻如此的逼真 如此的被講心切 也許來自自藝術家 本人自己所經歷的故事 藝術家的親身體驗 親自實現是如此 坦率的直白 不禁修飾 卻流露 濃厚的情感 記者最近常常在那邊報導 幸福 幸福要構成三個條件 一個是樂觀 一個是工作 還有一個是愛 這個愛呢 就是要從幸福中 可以表示說 幸福到底是什麼 這個愛呢 就是跟一個人 從陌生人到變成了眷屬 這個長鄉絲屬 更符合記者 在這邊最近一連串報導 有關於幸福關面的東西 你看看他的作品 這位是一個儀式 儀式的 你看這個家庭 一位他的老公跟老婆帶著小孩 生活方面非常的快樂 你看看這個老公老婆騎著腳踏車 帶著這邊到處的去逛 你看看這邊老公老婆拿個蘋果 再看看這邊的老婆在這邊打高爾夫 老公老婆在這邊 這個是他的作品 我們看看旁邊的作品 非常非常的貼近生活 他的藝術 藝術作品是非常非常貼近這方面的生活 貼近藝術品 這是非常在我們國內比較沒有看到的 你看看韓國的科技 韓國的藝術的進步 比我們台灣要強的很多 比我們台灣要強的很多 然後你看看這邊 這邊的作品就是一些畫畫的 韓國的一些畫畫的展品 你看這邊有畫的蘋果 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你看這個照片 這些韓國的圖畫的照片 也都非常的漂亮 展覽到今天的六點以前 在101大樓 環球郵報記者燕國龍 在101大樓的現場報道